清明节是人们纪念祖先,表达孝谦、报恩的重要节日。 这一天,人们会到祖先的坟前扫墓、祭祀,以表达对先人的思念和感恩之情。 然而,要怎样做,才能更好地表达我们的孝亲、报恩之情呢? 我们能够祭祀祖先,在这个季节呢,就为他们点灯、祈福、念佛。 希望得到佛菩萨的护佑与接引,使他们解脱痛苦阴暗的地狱, 解脱无明的、无方向的、或者是生死无期的那个中阴的状态。 而能够解脱到佛国,解脱到西方极乐世界,乃至东方净流离净土。 这个是特别好。 这样让他们能够获得解脱, 所以我们作为在世间的人呢,就才可能会得到幸福、安乐、安居乐业、健康快乐、幸福长寿的生活。 清明节,为祖先点一盏灯,为其消除罪业,积累功德,感恩这份生命的传承。 同时,也为祖先送去佛光的加持与护佑,温暖他们的心灵,照亮他们的道路。 也为自己和子孙后代带来吉祥好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